那么下面的一个要天东 天东 那么天东的原名呢 也是天门东 那么现在也是和要点同步 把这个门字给省掉了 这个天门东和门门东呢 是同颗的 都是白和颗的 也是一种小草本 那么我们这个图上呢 是因为这个天门东呢 它附在这个一个模装上面 这个模装不要误认为是天门东的镜 实际它是很小很细小的一个草本植物 那么下面的它这个快根 也是和门东的形状 这个纺锤状 但是要粗大一些 那么它粗可能有指头这么粗 一般可能有这个 拔到十公分啊这样的长 过头比门门东大 所以这个天东和门东呢 也是非常相似的 那么相似的地方呢 第一个是着用在肺 那么它也能够补肺因 清肺热润润肺燥 那么它也是强度呢 超过了门东 所以对肺因虚 肺热比较肾的 那么一般选用天东 这个不是很肾的选门东 另外一个相同的呢 是着用在胃 都能够养胃因 清肺热 又能够生精止咳 润肠通便 那么也是天门东的这个 知因 润肇 清热 生精的作用都强于灭东 而且常常呢 同时使用 这是相同的 不同的地方呢 主要是灭东 着用于心精 又有安神的效果 而天东没有这方面的功效 所以在心阴虚 心热比较肾 心济失眠的方当中呢 比较少用天东 那么天东呢 它又着用在肾 我们前面讲着用在肾的补阴药 它能够知胜因 能够退虚 那么对于胜因虚 因虚火旺的方当中 常常用天门东 而不用门门东 所以这个是 这两个药物相同和不相同的地方 那么就做了一个这样简单的比较